新一開始帶您關心社會焦點 在西北市中和發生了墜樓命案 一名周姓女子疑似為了要撿手機 不慎墜樓身亡 而警方追查之後 發現女子墜樓當下 她的一名周姓男性友人 竟然忙著把裝有毒品的手提袋 丟到一旁的巷弄裡 企圖湮滅證據 而警方後續呢 在女子的租屋處 查獲了掌心雷手槍 暴裂物以及毒品等等 最後還逮捕了 有同期身份的周姓男子 不過呢 周姓男子公稱 說毒品還有手槍 通通都是死去的周姓女子所有 救護人員到場為女子急救 因為她從二樓墜落至一樓 遮雨棚破了好幾個洞 意外就發生在11號下午 新北市中和區華福街附近 30歲中姓女子和另外一名朋友 31歲周姓男子 疑似為了減食掉落到遮雨棚的手機 一起從租屋處廁所門窗跨越出去 沒想到遮雨棚老舊不堪附荷 女子就這樣從二樓墜落至一樓 傷勢嚴重 被送衣搶救 但隔天仍傷重不治 不過警方調閱監視器時 看見不尋常景象 事發當時中姓女子墜落後 失去生命跡象躺在地上 周姓男子卻從她身旁走過 將一個手提袋 棄置於巷弄內企圖滅正 警方回到現場找到手提袋 打開後發現裡面竟然裝滿 氨非他命和K他命等毒品 隨後聯繫房東前往女子的租屋處 更查扣掌心雷改造手槍 疑似爆裂物 以及氨非他命及吸食器等為禁物 於15日14時許 將該男子查起到案 因男子具有通緝室身份 全案訊文後 結送是新北地檢署歸案 警方調查周姓男子是一名通緝犯 他到案後向警方公稱 槍支及毒品都是死去中姓女子所有 但究竟槍毒是誰的 以及女子墜樓的真正原因 警方還在持續調查釐清 介紹新北綜合報導